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那些毛病怎么全是我的毛病呢 就差没拍出他的电影 一个人要是到了四十多岁 才发现自己是天才 他多半就不是 就晚了是吗 根本就不是 哪有天才四十多岁 哎呦我是个天才 大器晚成啊 做天才有个好处 天生我才比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对对对 这个人就多了 对现在是散尽了 来还没来 天地散尽还未来 所以你看 李安最近在台湾 开始讲话了 是吧 那么我一听李安 马人就接见好像 是哎呦台湾人 现在把李安捧着像神一样 你知道吗 哎你看人李安就说啊 他说我脆弱 我的这个艺术啊 是因为我脆弱 我正因为脆弱 所以我能同情脆弱 我其实啊 是一个怯懦的 懦弱的脆弱的人 我一想 这不就是我吗 然后我又一想 所有伟大的人物 都要说自己是弱者的 你比如说莫言 莫言也是 就说说我实际上 是很怯懦的 你看怯懦的人啊 他是天才 你知道吗 所以我很高兴 不是应该这么讲 这么多年 很多天才都很怯懦 但不一定能够反过来说 怯懦的人就是天才 这是个大一逻辑 我肯定 我肯定 真的那是领导上 不让讲什么 我从来就不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讲的这个话 对吧 我有时候卡尺卡尔 我都给你们剪掉 我都知道 这天才啊 天才才能这样 所有花都有颜色 但不代表所有颜色 都是花 行 那这个 我就说李安 这次讲的这个事啊 有点意思 李安呢 平常他你看 他就是怯懦 平常做了一辈子好人 哪敢说个不字啊 但是呢 最近 你有一点就不像李安 哪点 那李安在家里怕老婆 烧菜煮菜煮了好几年 你自己反省反省吧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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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海苍龙拳打南山猛虎的意思 开始骂人 骂了 当然不算骂啊 他还是显示出他这个谨小慎微的性格 你看他在这个论台上 先生说 说这个台湾新闻 我回来看了几天 就是这种啊 小猫小狗啊 鸡猫蒜皮 充斥着全部的空间 他说拜托啊 这个台湾的电视人 那么咱们争点气好不好 好 这个 有道理 同意 我完全同意 恐怕那是华人世界的共识 但是你看李安呢 这个论坛快结束的时候 又出来说 哎 对不起啊 我刚才说话 太重了 他这个人 所以你知道 最近这个 他提到这个病啊 也是台湾的某些共识 听说台湾有人呼吁啊 这个凤凰卫视 尽快的这个落地台湾 你听说了吗 听说过 好像连龙印台都开枪 说这个应该考虑吗 好像有点这个意思 龙印台说的是 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 我跟你说 是一个我挺佩服的人 就是江炳坤 我当然 海基会 海协会 前海基会 海协会的那个头嘛 就是台湾那边的 这个江炳坤 前些阶段 我在一个论坛上 有机会见会过他 哎 我才开始有点佩服 你还别说人家 台湾的这个 一个人物啊 官员呢 这个这个就是说 你看 他讲什么呢 他讲台湾的情况很熟悉 我不奇怪 他当时跟台商讲啊 原来他对整个的这个江浙 这个地方 哎 就说这个这个经济 企业 这个数据啊 如数家珍 我觉得一个台湾人 就是讲话啊 跟我们的这个 总理省长一样 你知道吗 对大陆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啊 这几年的经济的发展啊 包括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情况 哎 能够熟悉到这样一个程度 哎 真是挺值得 要投资嘛 对啊 对啊 是啊 可见国民党这个用心了 所以是江炳坤提出来 就说台湾应该引进中央台的国际新闻 和凤凰卫视 所以就因为呢 台湾人不看 就没有台台湾电视 没有国际新闻 没有国际新闻 说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岛民 怎么能有国际视野呢 哎 你们你 你就是台湾长大的 你你你你觉得台湾有这问题吗 台湾以前没有 现在就相反 我觉得台湾曾经一度是华人世界里面 国际新闻做的最好的地方 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都还是 嗯 那个时候他有很多大报 那些传统的大报 像联合报啊 中国时报 他们的老板都是一些 有一些文人的风骨跟意识 又有商人手段 政治家视野的人物 很强调就是说 他们什么地方都要有特派员 然后怎么做新闻 很努力的学日本 学美国 那种做报纸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变化是他民主化之后啊 我常常这么讲 听起来好像在反民主 其实不是 而是要了解到他一民主化之后 本土化 就本土化 而本土化之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最关心国际的时候 其实是他最不能关心自己的时候 嗯 什么意思呢 戒严时期 两讲都在 你本地的新闻 台湾岛内的什么政治新闻 很多言论禁区 很多像你这样的人要去咔嚓咔嚓 很多东西不能出 那然后大家都只好很关心国际 你坐个出租车 那个师傅一上来就说 当前的冷战结构 依据普林斯顿大学学者 就给你来这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你看我们凤凰卫视 现在基本上都变成国际新闻 对对对 我们每个人说的就是国际 就是这样 一样道理 然后等到他一民主化了 就终于可以谈自己了 然后就忽然发现 哎呀 我今天发现我这个脚趾头 这个左边这个指甲长得这么好 你看以前老看什么 普林斯顿学者讲什么 我就没注意这玩意 然后就开始天天注意这东西了 其实凤凰台 在很多人看来 它上面很多台湾的人 记得赵少康有节目 陈文茜 陈文茜 李敖 对 不一元也一大堆吗 吴小丽 对不对 我们有容乃大 人家乍一看 台湾在 这不就都是台湾的吗 将来这个 我觉得进台湾 非常名正言顺 多一些软翅三 这样的节目就好了吗 看得很亲切嘛 你刚才讲这个 龙应台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就是说 要对等 说你要 就是说 我承认 这个凤凰 承鹏他夸 凤凰卫视的国际新闻 办得很好 说但是 这个 这个东西要对等 就是说 台湾的电视 能不能去大陆呢 但是我要告诉他 你们台湾电视 早就去大陆了 那家伙 那个康熙来 大陆人 家喻户晓 对吧 但他讲的是整个频道 整个频道 但是我觉得 也没关系 多点银客松不就行吗 忙碌一些吗 没事 因为你比如说 像台湾的新闻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很奇怪 台湾这个国家 就是这个地方 台湾这个地方 他现在已经整个岛 他的视野 怎么会那么急剧的萎缩 看内部 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理解 你包括台湾很多学者 交传媒的学者 包括台湾做出版的人 因为另一方面 台湾的书 还是出很多 关于世界各地的消息啊 什么 那你只好说 它出现一个 很大的一个两极分化 这个两极分化就是说 也许我们在书店 看到那么多什么 谈国际旅游啊 国际历史 国际时事 这些书的读者 来来续续有几千人 或者一两万人 那这一两万人 恰恰不是电视 要捕捉的最大众的对象 而大众则全部都在 电视台电视机那边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 他们把电视 已经彻底当成一个 就是做娱乐的一个东西 对 没有人认真的看电视 对 那么所以你电视 国不国际 严不严肃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台湾呢 很有意思 他们也在说 说是这个 也台湾人也质问 说这些管电视台的 这些头头啊 是精英 是有文化的 不是那种 就是狗仔队 不是这些人 所以他们就很奇怪 就是这个 一代传媒精英 你们管理的这个电视台 怎么弄的 没有国际新闻 收视率啊 然后呢 而且你看很奇怪 还有一个叫 王伟忠 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 王伟忠是台湾 综艺节目教父 多少包括这种 这种综艺节目啊 都是王伟忠 他们这个策划的 可是实际上 王伟忠本人 咱们知道 弄的那个话剧啊 卷村一号啊 这是个知识分子 非常有人文情怀的 这么一个人 可是你看 他一到电视 他弄出来的 这种综艺节目 就又完全是 台湾地方戏 现在最能进 台湾的大陆的台 或者说 各中文的台里面 不是凤凰 是湖南卫视 对 这个娱乐三通 这个才是两岸的 这个真正的 和平交叉点 由此台湾的 那个民进党那边的人 对 有人说 有人一边 对对江品坤这种意见 都说他脑子进水了 是吧 然后你看 民进党那边的人 对湖南卫视 曾经 我是歌手吗 那个时候就说 我们要当心 说台湾的电视 怎么开始转播 大陆的这个综艺节目 而且是当新闻播 就是说 这个是有这个赤化的风险 对岸 和平演变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 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即时资讯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友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缩好 叫藏陈阳 经典江湘 喜酒 叫藏 1988 伏科研症 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研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